啊!啊!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何仙姑 大家有沒有印象我這個 傷痕累累的玩具 就是我兩個大王的玩具 咬完之後 我們就幫個玩具做小手術 然後又繼續玩 因為充滿了他們的口水味 幾個人 今天我們又來講講 我們另一個主子 我們貓主子的玩具 如果我們種了貓草 有時候他們又吃不完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有一個好朋友 他就很喜歡 在家都養了很多貓貓的 然後他就分享了給我一個方法 就怎樣可以盡量利用這些貓草 就不會浪費 因為如果我的貓主子吃不完的話 我覺得那些貓草實在太浪費了 那他就教了我一個方法 當然了 可以先把貓草 Congress Leben Cue 然後 innocence 這樣這樣 就用一個物質袋放下去 然後呢 把他喜歡的玩具 放入物質袋裡 然後呢 我們就用大小小的物質袋 這樣的 這樣覆立它 烤到一段时间 玩具充满猫草味道 他们就会很疯狂很喜欢这个玩具 虽然猫草味道都会逃走 下次再相同做 喜欢玩具玩又喜欢的味道 放心玩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猫草原调整条猫草 味道可能会没有了 又不想浪费的话 把猫草剪碎 下一次可以再用一点 味道又会再出来 又可以耐用猫草 就是这样 这是我朋友分享给我的方法 我又和大家分享 让大家知道 你们的主子又会开心一点 我另外 就想和大家 分享另一个方法 就是我自己 做给它 做给我们的猫主子的玩具 就是 我又是一样 猫草烘干了 或者吹干了之后 没水分 我就 扎成一个猫草球 有时候我们见外面 很多玩具 他们很喜欢追 追些球 追些羽毛 追些老鼠仔 或者有时候 有时候有些 拾球 拾球 这样 是不是 我就扎成一个 草球 尽量扎实一点 把猫主子 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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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来 要预长一点 因为 要是要打结 即是要打结 是不是 我老友记 说 其实猫 很喜欢咬 一些 线的 但是 很怕 它一会 吃了线 下肚子 就有危险了 所以 它就说 尽量 都不要放那么多 线去玩 否则 吃了下肚子 就很危险了 这样 所以呢 我就用了 这个是 煮食用的棉线 首先 在那些 10元店 即是 现在12元店 有得卖的了 或者家品店 都有得卖的了 我现在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又不是绑得那么漂亮 如果自己在家 可以尽量绑得更漂亮 是不是 然后 这个 我就不要 这么多线 在那裡了 好 这个猫草球 就很粗很粗 就完成了 接着呢 我就这样 跟它玩 吊高来跟它玩 那它不可以 蹲啊 或者呢 追波啊 或者呢 它自己在那里玩 当然 如果呢 如果呢 好像我老朋友 所说 怕它吃了那些 下肚子 有危险呢 貓草就不怕 因为吃了 它们会拔出 出来的嘛 如果怕那些 下肚子 下肚子 首先 你知道自己有多少 另外呢 就是 你跟它玩的时候 才拿出来 玩 那就可以一起玩 它有多个玩具 就是这样 或者用一条 用粥 这样 吊高去 挂在桌上 让它自己在那里 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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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祝大家 猫猫 猫猫 狗狗 主子 和大家 都身体健康 那 开开心心 还有呢 如果大家 喜欢我这条影片 就最好 给个like 留言 给点意见 和和朋友仔分享 订阅这个channel 还有呢 记住按钟仔 如果我有新片出的时候 大家就会收到通知的啦 买哩买哩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